这个夏天,自由球员市场上发生的最大的事,可能就是勒布朗詹姆斯加盟洛杉矶呼人了吧,科比退役,呼人经历了低潮,沉寂一段时间之后,随着詹姆斯的加入,呼人又要重新崛起了。 我们都知道,詹姆斯这些年辗转几支球队,更是有很多教练执教的,而在这么多执教詹姆斯的教练中,似乎热和时期的斯波战术比较丰富,而其他的几位主帅似乎只有一个战术体系,那就是狂用詹姆斯,不管三勋老汉体能怎么样,反正就是一直要待在球场上,詹姆斯就是战术。 近日,呼人主教练沃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,新赛季,我们将会把大量的球权都交给勒布朗来处理。 作为主教练,我将尽我所能去了解他,了解他的想法和喜欢的打法。 与此同时,我也将会让他来了解我,我非常期待跟他一起合作。 呼人对总经理鲍博·佩林哈说,今年的训练营,我们是极其看重的,因为卢特沃顿他都已经做好决定了, 现有阵容轮换中所有的位置,都将会有大量的竞争,我们就是要球员们竞争上岗。 当然,勒布朗除外,因此可以预见的是,今年的训练营的竞争,将会会是异常的激励。 看一看,呼人现有的阵容结构就不难发现,他们的一号位和三号位人满为患。 空位方面,龙多和鲍尔都需要球权,都要持球才能发挥作用,而勒布朗也需要持球。 另外,龙多和鲍尔的三分球都不是很准,这是一号位的劣势,三号位由詹姆斯、英格拉姆、库兹马等人。 在上个赛季,库兹马打四号位的时候,明显不适应,打小前锋更适合他,因此,三号位是有很多重叠的。 还有,呼人队的二号位和五号位也不完美,作为后位,新加盟的史蒂芬森,也是需要有球权在手。 他喜欢持球攻击,而且三分球也是短板,而波普,状态不是很稳定,手感来了,怎么投怎么有,没有手感的话。 那篮匡对他来说,就像邮箱的口一样巧,中锋方面,阻拔瓷和麦基。